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对男主说 外面有点冷 让他多穿点 女主还想让自己的同学小婷赶快找一个男朋友 小孙就不错 可是小婷直接拒绝了 说他俩根本就不合适 女主的表情这个时候显得有点尴尬 很显然女主和小孙的关系并不那么简单 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敲门 男主出去之后发现了一个纸条 原来是有人想要他们搬走 可是男主感觉他们给的太少了 这个楼上只有两家人了 女主这个时候要去做饭 而小婷和男主的关系也有问题 很暧昧 而小婷来这里就是想要一个结果 男主很着急 想要让小孙来 很明显他知道自己的老婆和小孙的关系 所以他说话总是带刺 很明显女主非常不高兴 他们打算同学聚会 所以手机都上交了 小婷打算去上厕所 他在里面打扮了一番 可是没想到他使用口红的时候 口红竟然掉进了一个洞里 小红直接在里面摸到了一具尸体 三个人吓得直接都跑了 他们打算乘坐电梯下去 可是电梯已经坏了 他们刚准备走楼梯 可发现楼梯的门已经被人锁上了 他们于是打算回去拿手机报警 男主就去了 之后男主就看到了一个壮汉小王 小王长得非常的凶狠 还说会让男主看一个东西 是自己老婆的严于爱好 不过看这个东西是要付钱的 男主没有想直接就进去了 小王带男主跑到了一间房子里 这间房子里有日本留下的高科技 而且还能够听到男主家里的一切情况 自己的老婆和小孙之间 竟然一起去看电影 他们看完电影后 两个人竟然在偷情 男主一下子气得要死 这个时候他才知道了 自己的老婆给自己戴了绿帽子 男主怕被他们发现赶紧躲了起来 之后男主就被人用一个袋子 把头套了起来 还被人摁在了马桶里 这也让人很同情 这个时候那个人死了 男主赶紧把那个人用塑料袋裹了起来 可是小王也知道男主杀了人 所以需要封口费 男主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小王 所以之前男主打电话的那个人 就是小王 他就是催债的 而男主也不是个好东西 他和小婷混在了一起 男主觉得自己要回去照顾女主 可是小婷觉得自己也需要照顾 这让男主很难选择 他感觉小婷有点咄咄逼人 这让他很没有面子 他俩直接的分手了 小婷直接让男主滚 男主也很生气 就直接走了 回到家里后 男主说出了所有的故事 他想要和女主重新开始 他也并不在乎女主的红杏出墙 他也原谅了自己 可是一切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小王想要让男主尽快交钱 男主说自己一周之内就可以凑齐 这个时候小婷也打来电话 他想要男主去陪陪他 男主这个时候想要陪自己的老婆 还管得了其他人吗 他想要和女主重新开始 他现在想的也只有这个 穿黑衣服的男主出现了 穿白衣服的男主还想着 怎么从这里出去 他被穿黑衣服的男主揍了一下 才醒悟了 原来小王想要的不仅仅是钱 他想要男主的一切 男主的钱和房子 还有他的情人和老婆 女主和小婷在一旁蹲着 他们听到锁子被打开的声音 这个时候男主醒来了 原来是小王来了 小王直接抱着男主的老婆和情人 男主说邻居就是个无赖 本来说好的三天 现在变成了今天 这的确是无赖 看着自己的老婆和情人 被别人抱在怀里 男主气得不行 他命令小王松开 可他一个人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 这个时候穿黑衣服的男主出现了 他直接让白衣服的男主 吸引小王的注意力 自己动手 用一条铁链把小王给勒死了 这也够狠的 穿黑衣服的男主 害怕女主和小婷告发自己 就打算杀了他们 可是男主不愿意 虽然自己的妻子背叛了自己 男主还是爱着自己的妻子 穿黑衣服的男主 想要让男主做一个游戏 那就是如果有两个人 同时快要掉下窗户 男主会救谁 男主不让自己的老婆跳下去 小婷看到男主如此绝情 就自己跳了下去 他也是对这个渣男没有任何期待了 就自己跳下了楼 男主直接把穿黑衣服的男主 给了八号门内 终于他消失了 而男主也醒了过来 他回到家后看到女主在睡觉 自己心里感到很满足 自己就去洗澡了 希望可以好好放松一下 可是他仔细一看 原来是小婷 真是见鬼了 男主醒来以后走到了外面 看到了小婷 原来现实中男主和小婷的关系很好 女主也只是他们的朋友 小婷的腿也不太方便 好像是高位截肢 他们也开始了他们的同学聚会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